白宮在週一發表的聲明中宣布 拜登將於9月24日 主持四方安全對話的首次實體峰會 屆時 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 印度總理莫迪和日本首相菅義偉 都將親自前往白宮出席會議 聲明指出 拜登政府已將四方安全對話 提升為優先事項 在3月份四國領袖舉行視頻會晤後 現在再次舉行親自出席的峰會 表明了拜登政府對參與印太事務的高度重視 即將在白宮舉行的四國峰會 將會專注於深化四國關係 並在應對疫情、氣候危機 在細心技術和網路空間建立夥伴關係 以及促進印太地區的自由開放等方面 推動實際的合作 四國峰會又被稱為四國聯盟 被廣泛認為是華盛頓及印太盟友 為應對中共而共同謀劃未來戰略的重要舉措 外界甚至揣測 美國會會促成太平洋版的北約軍事同盟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